非常希望台湾的法官 尤其是在2016年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 当局总统 她说要司法改变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就是能够依法中判 因为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不可能能够 轻易的让罪犯随意的脱逃 那每一个人都侵犯 那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又要产生 所以我才会希望说能够中判 全球的华人都收到你们的新闻 你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 所有的Google打到我的名字 都跟这个案子绑在一起 怎么会是你说对不起就可以呢 那你要不要让我讲十天 我也希望民事电视台 给我一个半小时 十点到十一点半 我每天重播你的节目 把你们讲的话 通通放给观众听一遍 你们欺骗社会大众 你们玩弄施法 而且周玉寇小姐说 她有被告屁 请问什么叫被告屁啊 你是不在乎台湾的法院吗 你是觉得检察官跟法官 都拿你没有办法吧 你来去之如像菜市场买菜一样 或买衣服要吗 什么会有被告屁呢 司法改革到底有没有改革 我那个名字就会说 我去到达了 你去到达了 那我到达了 我去到达了 我去到达了 你去到达了 好吗 所以我去到达了